- 提到买车,以前大家考虑的是买SUV还是买MPV,如今很多年轻人考虑的是买新能源汽车,还是买燃油车,毕竟在大方向上看,未来还是新能源汽车的天下。 至少很多车企已经说出未来多少年要取消燃油车的销售等等。当然,这个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完全改变的,而且我个人觉得真的不是很多人,都适合现在就买新能源汽车。 - 当然,对于一些特殊城市,我这话基本上是废话,因为一是燃油车要好难,另一方面是因为可能过两年新能源汽车的补贴也会减少或者没有。 - 所以,今天说的实际上是以普遍现象为主,而不是特殊城市,有些城市目前燃油车,真的不是你最好的选择。 - 而下面说的这几点你可以自己对照一下,如果觉得可以你再买新能源汽车也来得及,别买完再后悔。 - 有人会说买车怎么会后悔,其实冲动消费过后,很多人实际上都是后悔了的。 - 身边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一朋友的妹妹的姐姐的女儿的男朋友,小伙刚刚毕业就买了辆新能源汽车,而且还是国产某大品牌车几架的当家车型,接近30万买了辆新能源汽车本来是好事,但是买完就后悔了。 - 又买了辆二手燃油车,作为代步工具,这里不是说新能源汽车质量不好,而是纯粹是对于小伙来说,新能源汽车并没有销售。 - 当初和他说的那么夸张的好,只能说对于他这种在二线城市的朋友来说,新能源汽车环,是没有那么方便。 - 相信很多人看到这里,都明白怎么回事了吧,毕竟新能源汽车虽然不用油,但是终究还是需要充电的吧,这个时候找不到充电地方就闹心了,很多人可能都是看到,网商说,城市里面多少充电桩等等。 - 我个人要说的是在一些地方,你真的可能遇到充不上电的时候,记得最刚开始的时候,很多人是不敢跑高速,因为他找不到充电的地方,现在虽然高速服务区可以充电,但是别的地方并没有那么好用。 - 小伙说,他买完车刚开始很兴奋,第一天就把车开得快没电了,结果回家后发现一个问题,他家是29楼,校区里面并没有充电桩,这要是扯跟电线都要好几百米啊,这可怎么办? - 好在人家一楼人不错给小伙扯的电,让他的车能开走,但是不可能每天都去人家借电吧,对不对? - 后来无奈之下,小伙只能考虑再买一辆车,但是基本上大部分钱,都用来买了新能源汽车,无奈只能再买一辆二手燃油车代步。 - 至于有人说的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新能源汽车卖掉,用小伙的话说,这就是后悔的第二个地方,看看二手车市场新能源汽车的贬值率就知道了,别提什么保值,能少赔点都愿意, - 奈何价格实在是有点坑人,无奈之下只能先放在手里了,希望自己所在的城市能多些充电桩,至于有人说的可以去商场或其他地方的充电桩充电啊,我们不说有几个充电桩停车位没备占用,单说充电需要交钱,停车费还需要交,算下来似乎还是燃油车更划算一些吧。 - 太日子闹了,我去商量ot过estial金桩充电桩充电,无制草 키约可以从后厘培到手nels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